这是一辆现代牌iX25轿车 两年前以13万2000元的价格 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的确正国将它买了下来 并登记在了儿子确小刚的名下 刚刚两年 你陈述开多少啊 那个平时我们不开的 确正国表示 车子买来之后基本没怎么使用 一直停放在家门口 今年5月3号 他意外地发现 车辆虽然还停放在家门口 但是却已经被过过到了一个名叫 廖荣鹏的男子名下 而且要想继续使用这辆车 确家人每个月都得交钱 确正国的妻子告诉 律师主持人更加让他们不解的是 如果他们不交钱 车子不保之外 他们还要承担一笔违约金 不是害成我们吗 害得我们金家当长 集结知名律师 提供专业服务 共享法治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江西首当法律服务节目 有请律师 我是主持人海波 放心省心贴心 我们都市频道 清理打造的都市放心拍 正在火热拍卖中 房产汽车等优选资产 弃者起拍 同时呢 我们还为您提供专业的资产赠值处置 委托看样拍卖咨询 以及法拍贷款服务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放心拍微信公众号 或者拨打400991 6600电话 进行咨询 停放在家门口的汽车 没落窝 却被过呼到了他人的名下 每个月呢 还得背上3000多块钱的债务 而如果不照办 又要承担违约金 缺佳人所反应的事情呢 一开始啊 就令人意外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跟着律师主持人妙洪涛 一起前往现场 去展开调查 就是黑嘛 害我们害惨我们嘛 说起发生在 自家人头上的这件事情 确证国 陈菊妹夫妻 难掩内心的气愤 那么自家的汽车 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被过呼到了他人名下呢 这一切 还要从5月3号说起 我就是3号发现的嘛 这我就直接 这我就直接把他怎么犯呢 这辆车是在两年前 由确证国贷款购买的 并将车子登记在了儿子 确小刚的名下 按照确证国的想法 今年4月还完贷款之后 抽个时间把车子过后到自己名下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 车子的车牌竟然被换了 我就问了 那个搞年金的人 我问了一下他 他叫你自己自己卖一天了 留置这一消息 确证国顿时蒙了 他连忙找到了儿子确小刚 一番争吵之后 确小刚才道出了实情 确小刚透露 由于手头缺钱 他便打算将这辆车抵押出去 带点款 几经周折 他联系上了江西华富 典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说我那个资讯不够 资讯过不了 封控那边过不了 就是唯一的办法 就是过不给那个 他们公司老板 就点荡老板 按照确小刚的说法 点荡公司让他先将车辆卖给他们 然后确小刚再以每个月 近3000元的租金 从点荡公司租回车子使用 租期为36个月 期满之后 点荡公司再以一个近乎赠送的价格 将车辆过户回雀小刚 这个操作方法 让雀小刚动了心 他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 将车辆卖给了这家点荡公司 雀估了下来 那个车子可以卖到 7万9万8万多一点 然后他说贷款的话 只能再贷市场价的80% 然后结果下了6万5 这样的 确小刚告诉律师主持人 4月27日 他在收到江西华富点荡公司的 6万5千块钱之后 便向对方的工作人员 转账了1万2千块钱 并配合办理了车辆过户 公司他们那边要收集手续费 当时包括保险费用 所有的一些杂七杂八的 一共下来了 一共算到他们那边 一共要支付给他们 是1万2千 1万2千多块钱 1万2千多块钱 一共下来6万5 然后等于我实际到手 都要5万3千多块钱 评估价值8万多的车 最终只拿到了5万3 而且每个月 还要向点荡公司 支付近3000块钱的车辆租金 对于这样的一番操作 确证国怎么也想不通 你说卖车不想买的 租车不用租车 这就是以激杀的行为 那么 典荡公司方面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这一过程 在法律上 是否都是合法的呢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家属的指引下 律师主持人来到了江西华复 典荡有限公司 针对确佳人指责这家 典荡公司涉嫌欺诈一事 廖隆鹏认为 这并不属实 你这个车是购物 为什么不跟 为什么要购物给我们 你知识不购 购物 购物 人物法 租给你 廖隆鹏表示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 却小刚租满三年之后 可以以一个极低的价格 将车辆违购回去 而典荡行赚的 就是这三年的租金 而且他们的合同 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对此律师主持人 妙宏涛表示 法律尊重 并保护正常的经济活动 从已知情况下分析 这是一个常见的 融资租赁合同 根据民法典第143条 只要行为人 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 且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民事法律行为就有效 然而 确证国却表示 儿子雀小刚 签订卖车合同的行为 是无效的 一时惊奇千层浪 确证国的话 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确证国拿出了有关儿子病情的材料 确证国告诉律师主持人 儿子缺小刚的病 差不多是在三年前开始出现的 确证国回忆 经医生诊断 儿子缺小刚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调查过程中 周边的村民也告诉律师主持人 缺小刚的精神方面 确实存在问题 确证国认为 作为精神病人 儿子缺小刚 并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因此缺小刚与点道公司 所签的合同应当无效 确证国认为 那么你这个事情 关键就是看你儿子的精神状态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 正常 但是目前我看 你儿子这个精神还算正常 但是吃了药就正常 不知道也不正常 也就是说你儿子 也是到了相关的精神机构去治疗过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看 相关的精神治疗机构 有没有相应的病例 来证明儿子的精神动态 是不正常的 好吧 由于没有残疾证明 医院病例也已经医师 为了了解缺小刚的病情 在律师主持人的陪同下 确诊国一家来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 经过一番周折 医生调取了相关的资料之后 重新写了一份病例 这份病例显示 2018年11月 首次在医院门诊就诊 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而且我们根据确诊生的描述 及其邻居的陈述来看的话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确诊生他的精神状态 是不太正常的 那么在法律这一块 很可能被认定为 无行为能力人 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根据民法典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无效的 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效力待定的 需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追认 才生效 所以说本案中 确诊生在2021年4月份 签订的一系列协议 很可能是无效 或者是效力待定的 而且这个效力 确定是不会发生效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法定代理人 父母是不会同意这个协议的 要不就是 我儿子到底得了你多少钱 我就太本番给他了 我把这个直接拿回来了 确诊国表示 点当公司虽然转了 六万五千元钱 给了儿子确小刚 但是确小刚还支付了保险 以及各项手续费 一万两千多元 实际到手为五万三千元 他愿意将五万三千元 退还给点当公司 也希望点当公司 能够将车重新过步给他们 廖隆鹏坦言 确小刚不发病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 当然 基于确小刚的精神状况 可能导致合同无效 或不发生法律效力 他们也愿意通过协商 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 他们希望确家人 能够返还六万五千元 廖隆鹏进一步表示 虽然屈小刚在得到 六万五千元的车款之后 将一万两千元转给了业务员 但是 转家的这笔钱 属于保险 以及各项必要费用 即便合同无效 或者不发生效力 该费用也已经产生 而公司在合同的签订上 并没有过错 这笔费用 不该由点当公司来承担 对此 律师主持人妙宏涛表示 在合同签订程序上 点当公司确实不存在过错 有过错的 反倒是 确小刚及其监护人 他的父母应当意识到 自己的儿子 确身身 精神状态不正常 而把如此重要的财产 登记在确身的名下 这就属于监护人的过失 而且在后面的过程中 监护人没有尽到 相应的监管义务 不过在律师主持人妙宏涛看来 考虑到缺佳的特殊情况 他还是希望双方 能够本着真诚友好的态度 尽快化解纠纷 毕竟这个事情 谁也不愿意发生 既然发生了 就要去解决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双方 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 就是向人民法院 提起相应的诉讼 去法院解决相应的纠纷 在节目播出之前 在律师主持人妙宏涛的协调下 薛家与华富点断公司 就车辆的过户 以及钱款的退回 最终达成了协议 高兴至于我们也应当清醒的认识到 类似缺小刚这样 民事行为能力不完整的人群 现实中并不少 如何更好的监护 保护他们合法的人身财产安全 值得全社会的重视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有请律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捷 高品质 找干法 有办法 小程序 大服务 江西都市频道 干法平台 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你以为的拍卖是这样 但我们的拍卖其实是这样的 您好 这里是都市放心拍 这里是都市放心拍 阳光法拍 好物简陋 点金资产 挖掘财富 全媒吞广 全流程服务 打造江西第一资产处置平台 放心 省心 贴心 关注都市放心拍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热线电话 4109916660 都市放心拍 让拍卖 触手可及 最残酷的适用选品 不行 差点 这个赞 最权威的实验调查 OK 可以 没问题 最潮流的好物推荐 挑剔 还是挑剔 江西都市频道 旗下品质电商品牌 都市 放心购 都市现场 全城监督 更优价格 更高品质 主播同款 无优售后 不只是买它 是放心买它 都市放心购 你家门口的 放心电商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也就是 这种子 非常好吃 这么高费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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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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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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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